準備要在機場裡面面對我們的不方便的旅客和我們的地勤同仁 我要讓大家了解到我們不是在補稿下稿 我們是在爭取我們應得的休息罷了 然後也謝謝我們的地勤人員 因為今天所有的航班取消造成他們非常大的工作負擔 他們可能要面對旅客的咆哮 或者是要將旅客轉到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 我們真的謝謝你們的付出 然後我們也會站在你們前面帶領大家一起 我們來對抗脂肪這隻巨大的怪獸 我們今天不是來抗爭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其實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在台灣其實公運抗爭罷工是少的 所以台灣的社會比較缺乏面對罷工的經驗 所以我們其實很不解為什麼華航公司先前不協商 可是之後呢 卻要把整個航班全部取消掉 然後把事情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是希望來跟我們兩個對象來好好的來說明 一個方面就是我們今天因為華航公把整個班是取消 所以沒有那個沒有飛機好搭 所以可能要在這邊等鋪了一個空的旅客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的同事 我們的地勤的同事 他們可能承擔了非常大非常大的壓力 反正我們必須要說我們完全不覺得自己做錯任何事情 因為我們在爭取我們的權益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 因為資方太緩慢的處理這個勞資爭議 導致現在這樣子的結果 那我們認為我們就算是今天要來承擔這個壓力 我們也有必要要來跟我們的那個那個同事 還有我們的那個旅客來做個清楚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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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一道早5點多就來這裡了 一道早5點多就來這裡了 那要怎麼辦 我也知道兩點 是 對 對 從事的高層 對 在拍 attracts 沒有啦 因為資方真的不出來 他不出來你們這樣罷 以後大家誰敢做滑航 動不動這樣子罷工大家都沒有工作 怎麼敢去旅遊 那意思是我嗎 那旅客是倒霉就對了 應該自己承受我們的審視 自己要接受就對了 我真的很抱歉 但是我們罷工一切都是按合法 你們合法 我們就不合法嗎 你們也合法 但是旅客的罷工嗎 但是旅客的權利 應該是由公司來做好 不是公司 也是要靠你們 不是完全都靠公司 你們不錯 我們也不能走啊 以後你們 大家不敢做滑航 你們滑航要做什麼 罷工要做什麼 也沒有用 但是如果我們這樣子可以造成更好的飛揚 我相信會有更多人願意會這樣來做滑航 因為我們會提供更好的飛揚 是 我知道取消 可是他們是說有可以的改簽啊 對吧 可是他們都沒有啊 沒有進行這一個啊 而且 而且因為桃園真的太多 我們才來到松山啊 所以你們原來訂的這個機票就是松山的機票 不是 桃園 原來是訂的 可是他們信息兩個不同啊 同一個航空公司啊 不同啊 不能推票啊 而且他一開始 兩邊都不能推 不通 我說的不通 不通 信息不通 信息不通 我非常的遺憾也抱歉跟各位旅客 可是這個起因是為什麼 從21號我們投完票之後 還不包含前一個月 我們勞資這一條件 一個月的時間 整整三天超過72小時 再假如我要現場已經超過12小時 沒有任何一位公司的主管 來跟我們溝通 所以我都待在這裡 到底是誰在不溝通呢 所以我在這邊也呼籲中華航空 不要一直在媒體上面說你敞開了大門 我就在公司的前面等你來 我們只是要求回覆到 我們之前原本就應該想要有的工作條件而已 可是這次發音不停的抹黑我們 說我們不願意協商 然後企圖把這整個事件導向是空服員不理性 但是我們對旅客 我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 我們也了解大家的不便 可是我必須強調這一切是華航 資方中華航空 是他們霸道 是他們完全不願意正視情況的結果 他們一再強調他們有替代人力 可是我們有這麼多人 沒有出勤導致他們取消今天 從早上到晚上10點所有的航班 所以我要呼籲華航公司 請你們不要再睡覺了 我們繳交護照就是我們 對這場發工活動會堅持到底的證明 然後我們也希望公司盡早跟我們協商 然後回覆航班正常運作